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知识拓展的环节 今天的知识拓展想给大家介绍的是和德国风俗习惯有关的内容 那么风俗习惯德语呢就是Zittenwintergeprecher 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词Zittenwintergeprecher einesfokus 那么主要呢我会通过两方面给大家介绍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和德国人一起用餐 第二个方面就是去德国人家做客 第一部分呢Mitdeutschen Essen和德国人用餐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Imherstern和德国人在饭店用餐 在去饭店之前呢如果没有事先声明这顿饭是谁请 那么这种情况下通常都是AA制的 德国的菜肴呢通常都是按份上的 一份菜肴里边有主菜也有相应的配菜 比如有一道菜肴叫做Schweinebraten mit Kartoffeln und Hottkohl Schweinebraten就是这道菜的主菜是烤猪肉 配上Kartoffeln土豆和Hottkohl紫甘蓝 这样完整的一份再点一杯Wine或者是Cola 可乐或者是葡萄酒 这样呢基本上就够一个人吃一顿了 那你的同伴呢比如说他点了一份 一份炸鸡配上炸土豆 那么再喝一些Wine或者是Cola 那么这样的话也够一份了 在付账的时候呢那你自己就付Schweinebraten烤猪肉的这一份钱 那么他呢就付炸鸡的这一部分钱 如果要是在中国的话情况就不同了 在我们这边呢要么就是一个人请客 给大家的账都付了 要不然呢就是菜的总价除以人头数 而在那边呢是真正意义上的AA制 就是吃了多少就付多少的钱 那么在付账的时候呢也要留意要付小费 因为服务员为你服务了 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为你服务的这部分酬劳 通常小费的价钱呢是餐费的大概10%左右 如果要是吃的少的话也可以凑一个枕 比如说你只吃了3块5 那么你可以付5欧元或者是4欧元都可以 这就是在饭店用餐 那么如果要是在德国人家里面用餐的话 通常吃饭之前呢主人会为你倒一些开胃酒 那么喝多喝少都是随意的 不会劝说你多喝酒 那正式的吃饭的时候呢 菜肴就摆在桌子中间 那主人呢会客气一点 先问客人要不要吃这个 那如果你说吃的话呢 他会帮你把这个菜肴端起来 然后拨到你自己的盘子里边 在德国呢他不会有像我们这样 用筷子去夹菜这种行为 他们呢不会用这个刀叉去夹中间的菜 而是把这个菜肴都拿起来 然后放到自己跟前博一定的分量之后再放回去 用的都是公共的餐具 那么如果主人看你吃的差不多了 会问你还要不要吃这些东西 那么如果你要是还想要的话 就千万不要客气 不要跟他说不用了 如果真的说不用了的话 那么他就真的会当真 那么你就会吃不饱了 所以在德国呢 如果你吃饭在德国人家做客吃饭的话 如果真的还想吃的话就可以麻烦主人真的再给你再盛一些 但是注意一定要吃多少呢 就盛多少 通常呢是不能剩的 如果要是在饭店的话 因为饭的剂量都是固定的 而通常呢德国人他们的饭量呢都比较的大 相对于我们这边而言 所以一般如果是女孩啊 或者食量小的男孩去那边都会有吃不饱的情况 这种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都是饭店提供的分量 但如果要是在德国人的家里边就一定不能剩饭 不像我们这边呢会吃的时候稍微剩一点 表示跟主人说这个我已经吃饱了 但是稍微的剩一些 那么在德国呢是不是的 因为他们提倡节俭 所以一定要吃多少呢就盛多少 好 这就是关于用餐的一些分量方面的问题 另外呢就是在用餐的过程中 不要发出特别大的声音 还有呢就是德国人他们特别忌讳把吃到嘴里的东西再吐出来 所以呢我们吃鸡翅膀的时候或者吃白骨的时候 通常就拿着吃啊啃啊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在德国的话 你们会看到这个德国人他们吃鸡翅膀 或者是吃排骨的时候都是用刀叉尽量的去把这些肉刮下来 之后呢用刀叉喂到嘴里边 不会说把吃到嘴里边的骨头再拿出来吐出来 所以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就是他们特别忌讳把吃到嘴里边的东西再吐出来 但如果要是吃鱼的话 如果真的是没有把这个刺剥干净 吃到嘴里边的话 那么一定是要吐出来的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借助这个纸巾挡一下嘴 然后呢再把这个鱼刺吐出来 这样的话会比较礼貌 还有呢就是在吃饭的过程中呢 不要这个抽鼻涕 如果要是打喷嚏的话 那么就是侧着一点身子 不要绷到菜肴什么的 这个也是要注意的 在吃饭过程中呢 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不要嘴里边嚼着菜和其他人说话 尽量呢要把菜吃完之后呢 再跟其他人交谈 这就是吃饭过程中所需要注意到的 那下面呢我们再看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就是 在德国人家做客 也就是拜访德国人的时候 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德国人家做客 拜访德国人的时候 首先呢就是时间上来看 通常德国人的邀请其他人来家里边呢 会是晚上的时候 那么在晚上七点或者是六点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 那如果主人家定的是七点 那么千万不要六点四十啊 或者是六点五十提前的去 提前非常的不好 因为这样的话主人有可能没有准备好 会比较仓促 最好呢是延后 或者呢是七点零五分 或者是七点十五分 略微晚一点 这都没有关系 这是时间上的 另外呢就是关于礼物上面的 在去德国人家做客的时候 人们应该带什么样的礼物呢 去别人家做客是一定要带礼物的 但是不需要很贵重的礼物 只要有一些小的象征性的讨人喜欢的礼物就行了 那么德国人最常送的礼物呢 就是下面的这些 比如说bloomen 鲜花 家里边如果要是有女主人的话 那么送鲜花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还有 一本书 通常如果家里边有小孩的话 可以给他送一本 儿童的读书 儿童的读物 这样很受孩子们的喜欢 大人也很高兴 或者是 如果你的朋友 德国朋友他喜欢听音乐的话 你可以送他一个光碟 这些礼物呢都是德国人藏送的一些礼物 虽然价值不高 但是呢是一份心意 还有一些其他的礼物 那如果你要是真的知道主人家需要什么 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愿望 比如说他过生日的时候请你去 你要给他准备一份生日礼物 那你知道他刚好呢就特别需要一个语言磁带啊 语言光碟什么的 那你就可以买给他 然后送给他 这些礼物呢都是非常的pazolish 就是个人性的这个礼物 而我列出来的这些礼物呢 通常你送这些礼物不会犯错 那么他们虽然有一些wimpazolish 不是那么的个性化 还有呢就是ambicillan 有一些无聊 但是呢会比较的保守 送花或者是送书啊 或者是送光碟啊 这样的话不会犯错误 那么如果要是你邀请德国的朋友 到自己的家里边参加自己的生日party啊 什么的 那么邀请德国人去自己家里边做客 同样德国人呢也会带礼物 那么他带的这个礼物一定是带包装的嘛 那么跟我们中国的不一样的是 当我们在中国收到礼物的时候 通常就说完谢谢 然后就把礼物呢存放在一边 但是如果是收到德国人送的礼物 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最好当着他的面 把这个礼物拆开 然后呢欣赏一下这个礼物 并且表示感谢 那么他呢都是有当面拆礼物的 这样的一个习惯 这个是跟我们非常不同的 所以在文化交流中呢 要注意一些这样的特点 以上呢讲的就是跟德国风俗习惯 相关的一些小的注意事项 那么如果要是了解了这些注意事项的话呢 就可以避免在跟德国人交流中 产生一些尴尬的事情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今天的这个知识拓展的内容呢 就到这里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 vielen Dank für Ihre Aufmerksamkeit